Hello 小伙伴们 大家好 这里是猫眼看数码 我是数码猫 现在年轻人打扫房间可能比较倾向于扫地机器人之类的智能产品 但有时候只是地板上清扫了少许的垃圾或者桌面上积累了一些灰尘 这种情况下一台简易操控的吸尘器往往要更加高效一些 这次我们体验的石头手持无线吸尘器H5 就是一款适合日常简单清扫场景的产品 首先开箱 这款石头H5的配件还是比较齐全的 除了主机之外 还有好几个插头 包括一个可以储满的床刷 一个地刷 一个延长杆 一个壁挂底座 一个二合一缝隙毛刷 还附送了两个一次性成袋 以及机身带的专用底座 它的壁挂架可以直接装在墙上 进一步节省空间 壁挂架下方也有一个充电口 因此将石头H5放上去就可以充电 充满电只需要三个小时 另外电池满电之后 会自动进入智能浮冲状态 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石头H5的主机采用了双色设计 看起来简约大方 它的重量只有1.55千克 所以拿在手里感觉十分轻盈 口下班机式的开关就能启动 操作十分简便 完全可以当作一台桌面吸尘器 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用它来吸收身边的各种垃圾 它提供了三档吸力 最高可以产生158空气瓦克的吸力 而二档的声音稍小一些 适合大部分的清扫场景 三档静音档声音最小 比较适合在周围有家人休息的情况下使用 石头H5的尘筒位于机身的下方采用了透明的设计 所以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随时观察内部的情况 及时清到装满的垃圾 它的尘盖可以一键式开启 清到十分方便 其中的过滤区可以单独拆下清洗 它的过滤区采用了二级九椎气旋的设计 可以通过强大的离心力将灰尘甩入尘筒 而不会积累在滤网上 从而避免了积累灰尘而导致吸力下降 这样一来也就不用经常清理或者更换滤网了 它的顶部滤网也可以单独拆下清洗 这种设计也可以提高整机的使用寿命 长期使用之后只需要针对部分耗材进行替换 就可以一直保持良好的吸尘能力 如果觉得清理过滤区太麻烦的话 石头H5还提供了尘带的设计 只需要将尘带装在专用的支架上 就可以使其替换尘筒中的滤芯 这样一来垃圾就会被吸入到尘带当中 也就不需要每次使用之后清到垃圾了 从而避免了灰尘的扩散 拆下尘道时它也会自动封口 全程不用接触灰尘中的细菌 对于过敏连群更加友好 石头H5的D刷可以用于木地板 瓷砖 短毛毛毯等不同的地面 可以看到它的滚刷表面是毛绒的设计 摸上去十分柔和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划上木地板 滚刷可以单独拆下 清理起来也十分方便 它的床刷则采用了尼龙刷毛搭配硬胶刮条的全新设计 它的原理是通过高速旋转的刷头 拍打玻璃 附着在床褥中的程序和毛发 每分钟可以拍打2550次 从而达到99%的出满效果 它的缝隙毛刷则采用了伸缩的二合一设计 适用于桌面等各种场景心结 也便于日常收纳 再来看一下石头H5的实际使用体验 它的D刷对于地板地毯上的纸屑 储物毛发 毛沙等杂物 效果十分不错 150W 空气瓦特的吸力对于地毯缝隙等吸尘率也达到了99% 清晓完毕之后 只需要对准垃圾桶 按下机智按键 成筒盖就会自动开启 筋的垃圾全程不需要用手接触 全新设计的床刷对于床乳床单 背罩有着很强的吸力 非常适合用来剥离表面的程序毛发 主板效果也十分出色 二合一刷头的毛刷则可以针对桌面物品 比如笔记本电脑的表面 键盘缝隙中的灰尘杂物等 缝隙刷则可以快速清扫墙边角落中的垃圾杂物 平时随手拿起清扫一下 可以保持桌面安静又卫生 总的来说 池头手持无线吸尘器H5 是一款针对简单进行场景的全效吸尘器 它的操作方便 价格不贵 平时随手打扫一下地面 桌面和床路 就能起到不错的清扫效果 因此比较适合年轻用户日常在家中的灵活清扫需求 也很适合家里有猫狗等宠物需要经常打扫宠物毛发的网友 好了 这次的新机体验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